你看美中两个霸权的竞争跟对战 川普大大直接签了行政命令封杀华为 而且包含了70家附属公司 要求不准任何人跟华为有生意上的往来 完全把华为当作伊朗这种邪恶轴心在打 同一时间川普在打梦义战的同时 美国的Boombo两份杂志 一份是英文版 一份是在亚洲发行的中文版 都标示了台湾相关的议题 包含这一份中文版叫做此货来自台湾 从台湾运到USA美国 美国这场贸易战打到封杀华为的同时 川大大还给大家指点一条名路 他告诉所有受到关税影响的公司 如果离开中国 前往越南或亚洲其他国家 那完全不会有关税的问题 川普这一招致命杀手舰 不但杀华为 同一时间也把世界工厂杀离中国 那整个世界工厂 如果全面的被美国的供应链掏空之后 中国大陆的经济内部恐怕要面对的是 庞大的调整跟修正 而这一个封杀最终会杀到 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核心的权力 而封杀的背后有多少部位人这个故事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台大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张博成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风开平 大家好 再来是杨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我们看美国这一次封杀华为 主要两个核心 一个核心是5G的科技的竞争 另外一个核心是国安的议题 而这一种论述 这一种说法 不仅仅是川皇大大这样说 事实上美国两党的 参众议员的领袖也都这样说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中国 seeds build the most unbelievably perfect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many way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it's horrifying and when it comes to markets I think we need to send the signal to american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a choice to make when they think of china as a market that there is no just going into china and investing and sharing technologies to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inking that that's not somehow going to benefit the authoritarian chinese state 它是會利益主義的中國政府 它是會反駁中國軍隊 那些技術都會實際性化 美國公司我認為必須要選擇 在哪裏的負責 是是自由和開放的國際系統 是是美國的安全性 還是是是中國正在做的 抽下剛剛看到的是美國的參議員霍利 他說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的競爭 剽竊美國的知識經濟智慧產權 同一時間反而變成武器 然後來擊垮跟擊潰美國的競爭力 而美國這一次行政命令 直接追殺跟封殺華為 使得高科技產業兼臂親眼的 對立戰爭持續的高升跟擴大 川普和習近平的戰爭 現在已經從經貿戰爭 拉高到了國安戰爭 所以美國的參議員 包含是民主黨的 很多人都站出來講說 這個東西因為中國偷了我們很多技術 而且做成了武器去給了伊朗 在中國裡面很多武器跟我們爭霸 所以這是國家安全 所以川普現在就是不但是追殺習近平 而且封殺習近平 最後的一個手段 連殺手剪最後殺手剪 我們的台積電 可能都是他最後的武器 所以川普他現在簽了一個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他用的是國家安全的理由 牽涉到國家安全的電信設備 全面封殺 然後就出來他雖然沒有點名華為 可是美國商務部馬上就出來 華為以及附屬的70家供應鏈 你們通通不能把任何東西送到中國去 他就把點名出來了 所以就是任何東西 因為這是國家安全 是緊急命令 絕對不准過去 而這裡面還弄出了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因為中國很多的半導體 是還不行 晶片還不好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一般的半導體 一般的晶片 我可能你美國或是相關的 跟美國有關係的通通不准進入中國 第二個更慘的是 像是Android或iOS 通通不准進入中國 所以中國很多設備擺在那邊 你這個作業系統沒有的話 你就是一個僵屍 你根本不能啟動 第三個最核心的 最關鍵的就是CPU 就是那些A10、A11 台積電 可能都會落到第三波裡面去 所以你會知道說 所以川普現在封殺的是第一波的晶片 不准賣到華為身上去 如果川普連台積電都列入 不准賣任何晶片 或者不准幫華為代工 那台積電在這一場戰爭當中 就得被迫選邊站 台積電就必須知道說 它的所有的 它以後就直接的供應到美國去 或者是說在其他地方 但是你正和中國可能又用到的 此貨來自台灣的任何晶片 通通不能到中國裡面去 所以台積電 包括南京廠 目前擺在那邊 但是還沒進入量產 所以南京廠的這個狀況 恐怕台積電都要去思考一下 川普追殺裡面 他已經有毛澤東的一個氣概了 毛澤東在徐霸會戰之後 講了一句話 人家說你要不要停下來看一看 當時毛澤東講說 宜江慎勇追求寇 不可學霸王孤掉名 所以我現在就要追殺到底 我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四周之內我們要簽好下一次的協議 那四周之內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所以他的財政部長魯欽呢 也出來講了 他要去北京了 我們要好好談的 就是說你習近平不要講過我拖 6月4號6月15號之前 我們就要簽好那個協議 不然全面的封殺 全面的追殺 我絕對要在集團體6月底見面之前呢 你習近平乖乖跟我見面的時候 是俯首稱臣的 好 那這個會贈 川普現在這個行政命令 壓根就把華為當作伊朗這種邪惡軸心 這跟禁運石油一模一樣的做法 只是伊朗賣的是石油 然後呢這個美國的上游晶片 假設不賣給華為的話 那華為整個集團的營運 實際上是可能受傷的 而且更麻煩的是 整個產業鏈殺到這裡 很有可能相當多的業者 陸續的逃離中國 對 沒有錯 你知道你光從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這整件事情 對產業界造成多大的衝擊 光是5月7號宣布了 5號宣布這個制裁動作 就是25%的關稅之後 5月7號美國的股市 道瓊是跌了大概473點 是創下今年跌幅以來最高的 其他的巴羅納斯達克這些 也都是創下今年以來 最大跌幅的第二名或第三名 那你知道跌成這樣 你就知道就是說股市的波動 其實會嚴重的衝擊到投資人 或是一些小股東那個信息 那大家會認為說 中美貿易大戰打成這樣 這一刀下去一定是兩面刃 那除了產業界的一些逃離之外 對於裡面的一些投資人來講 會不會有一些怨聲代照出現 不過很有意思是美國 不管是大投資人或小股東 他們對於美國 真的都是發自內心的一個支持 其中最具代表的 就是我們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他接受CNBC的一個採訪的時候 他提到中美貿易大戰 他說他反而是力挺川普 你知道巴菲特他的波克夏持有 光現在手上持有現金是高達1300億美元 打來打去 他不敢投資啊滿手現金 那他的波克夏的投資第一季的表現 也就是創意有史以來相對比較差的表現 即使是這樣 他是股市大受災戶 他還是不改力挺川普的心 他說有時候是這樣 當你兩方在起戰的時候 你總不能先揮個拳頭 然後就好像就花拳繡腿沒事 嗆狠話有時候是必要的 然後他又跟著說 這不是一場不該投入的遊戲 他自己是一個言出並行的人 跟川普這種掂三倒四 或者是說感覺會有一些出奇招的人 不太一樣 但是他認為有時候瘋狂的舉動 反而是一個最佳的策略 然後就連包勝集團執行長 12年的貝萊克犯 他都在Twitter上就說 有時候關稅這是有效的談判政策 大家會認為說 美國現在媒體都說 美國消費者要花比較多錢 美國企業受創比較多要繳關稅 他說錯了 因為當中國一刀下去之後 中國所有的企業沒有辦法再出口到美國的時候 他也會進一步的逼迫所有的供應鏈 開始出現一個遷徙潮 2000年的遷徙潮是逐廉價的一個勞溝 或一些生產成本而居 現在2020年的遷徙潮是逐關稅低或沒有關稅的地方而居 你知道前幾天川普有特別提到越南 事實上除了越南之外 現在包括美國的幾家重要的企業 然後notebook然後甚至包括連手錶這些全部在內 這些產品高占了這一次3805項的一個被刻徵的產品 現在就講了以後3000億美元這個部分 占比高達4成 然後他就是說假設這3000億美元的 這個占比高達4成產品真的都會被刻徵關稅 它造成一個影響性什麼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現在已經統計有幾家公司要落跑 包括美國的GoPro 我們都知道那個運動相機的那個 它現在已經要從中國的生產據點移到墨西哥 然後包括Sketcher就是運動廠品牌的鞋子 擴大印度跟越南中國 然後日本的一個citizen的手錶 它也是要利用泰國的生產線 然後連Unicron大家都知道 連Unicron都要落跑 都要跑去越南 真的 所以你知道你買的不是 大家都知道是越南 我們現在的Unicron都要落跑 沒有 你剛剛講的是Sketcher的運動鞋 休閒鞋 我發現我家裡所有的休閒鞋 全部都是越南做的 現在看起來如果這個中國跌倒 越南真的會吃到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